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A代有三個紅球五個白球 B代有兩個紅球一個白球 C代有兩個紅球三個白球 現在變取一代 再從中取出一球 求取出紅球的機率為何 那取出紅球的機率 紅球的機率 有可能從這裡取出了 那從中取出你要先取代子 這個A代被取出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我先取出代子 取到A代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然後再從裡面取出紅球 取出紅球的機率多少 是八分之三 或者從B代取出 取到B代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然後再從裡面取出紅球的機率 是三分之二 有三個球裡面有兩個紅球 那加 或是從C代取出 取到C代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從裡面再取出紅球的機率是五分之二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 這個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可以超出來 乘以多少呢 八三五 通文以後是 八乘三乘五 通文以後是 八乘三乘五 通文是三乘以多少 三乘以15 加2乘以40 加2乘以40 加2乘以多少 加2乘以多少 2乘以多少 五八乘以9 等於360 360 分之多少 這45 45加上 這是80 加上這個多少 48 173 所以答案是360 所以答案是360分之173